CRV2.4世代改裝阿瑪排氣阀門組 排氣尾段沿用原廠的樣式 在中段效應炮彈之後 做排氣阀門的直接排出 在低速時阀門是完全關閉 完全是跑原廠的回路 保有低速的扭力 然而在節氣門開啟到一定幅度時 由阀門直接做排出 讓低轉速與高轉速的回壓全然不一樣 在效能方面也有非常大的提升 排氣阀門的關閉與開啟 直接由手上的遙控器做設定 開啟 再來直接做關閉 聲音的落差非常的大 另外在低鍵 就是節氣門開度的自動模式 另外吸鍵 則是油門踩到一定幅度 例如在節氣門開設點為50%時做啟動 就是按吸鍵做記錄 往後在油門踩超過50%的 節氣門開度時 反門會自動的開啟 如果在收油門時又立即的關閉 另外在引擎室的部分可以看到 解體煞車被力氣的增空 作為吸附閥門的動力 現在看到的為變磁把控制閥門起地 信號由阿瑪的控制盒做輸出